主席各位同仁 李部長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長官 請部長 來 李部長 房委員長 你好 我想還是從APEC回來辛苦了 跟您說辛苦 不過既然您出席APEC的這個部長會議 我想有幾個問題還是要請問 第一個問題 這個APEC的實質對台灣的除了國際能見度 對台灣經貿甚至於這個的幫助 實質的幫助有多少我們可以專案的討論 沒關係 但您過去這幾天在那邊出席 您可以看到在國際場合坦白講 台灣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說您跟師部長在記者會的時候 當有中國的媒體在挖苦你 是在調侃你或是刻意的貶抑你的時候 你們的反應好像沒有特別 當他說 我不知道該稱呼你先生還是什麼的時候 你沒有立即就講我是部長 我是參加部長會議的 我不知道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你們出去的時候 應該有外交部的同仁 會跟你們做一些 我都沒有碰到這個狀況 沒有碰到這個狀況 沒有 我那邊都算講講 就個人來講 我覺得都相當的順利 也都符合我們的一個期待 應該不會是因為 馬總統自稱先生 所以說您去到那邊的時候 人家不稱你部長 也沒關係 不會啦 不會啦 我名片拿出去都是中華民國財政部部長 部長 是沒有錯 記者會上媒體對你這樣 如果再有類似的情形 我希望說您很堅定的回應 那當然 基本上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 title 另外一個問題 是 廉前副總統跟胡錦濤主席 聯胡會的時候 是 我們兩位部長 還有我們的官員 是不被允許進入會場 對不對 這不是這樣 他的習慣上 他的接待的理由 沒有沒有 我想講的是 中國大陸的官方人員 可以進入會場 我方的不行 也有啊 我都了解的 領袖會談的時候 他們有我們 相關的人在裡面 特別另外的 聯胡會的部分 是是有啊 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你能夠 就是說 當然這不歸您管 但是重點是 我希望說 如果有將來 聯前副總統 如果還有機會 代表國家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情形 慢慢要改 不會了 基本上就我們了解 都是符合APEC相關的遊戲規則 大家接待的 各國領袖會議的時候 那是符合APEC的規則 但是另外雙邊會談的時候 我覺得對等也很重要 那當然 本來是對等主義 另外一個問題 明年要大查稅 就是說 每一年我們都有在查稅 每一年 但每一年我們都有一些 力道 深度跟廣度都不一樣 但是你明年的著重重點 是在 大概有幾項 這個部分 著重的重點 是在地下經濟的部門 是不是 基本上講 逃漏的部分 我們都要去查 唯有租稅公平 希望大家給我們支持 我知道 這個都會講的 你家鸚鵡也會講 跳過去再一段 就是說 重點在地下經濟 還是說 例如說 小吃灘 或是說 夜市 是不是在這一方面 還是在哪一部分 基本上所謂地下經濟 就是沒有依法繳稅的 對 那我們沒有依法繳稅 本來就該查 只是說 牽涉我們 所以說你講的地下經濟 就是沒有依法繳稅 有逃漏的這一種 有逃漏的 所以不管他是合法的商家 還是他沒有登記的 對 沒有錯 我們基本上繳稅 可是我們的稅務人員 還是相當有限的 每年都有查查中 譬如說 警察 他交通大執法 今年特別 這段 下個月特別查 紅燈右轉的 什麼東西 明年重點是什麼 我們基本上 查核這些 總是有一些重點 那基本上 根據過去 就是要問你重點 對 所以我們有離了出 相關查機逃漏的作業計畫 按照我們的人力 移證稅 營業稅 還有什麼 貨物稅 還有剛剛講的 我們一般講 這種執行業務的 像這個 藝人 藝人 也並不是說 一定是藝人 就執行業務 執行業務的 收入成本損費 比較特別一點 那以過去常 這個講的比較多的 所謂的某一人 這個他在深處 明年有沒有辦法 在法規上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界定 那個紅線畫出來 清楚一點 免得讓人家覺得 入人於罪 這一點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法規都很清楚 只是大家不見得那麼了解 產生一些誤解 事實上稅法的規定 跟我們相關解釋 對於各種收入成本損費的認列 認替都非常清楚 那事實上 有的當事人不是很了解 我講坦白一點 可能有一些 我們執法的稅務同仁 他的認識用法 也有一些不見得完全的正確 才會造成一些 可是我們官方的 第一線的查查的人員 他的認識用法 都有問題的 那你怎麼知道 你們怎麼期待 一般的納稅老百姓 他會清楚 這個都是一些例外的案件 真的講起來 我以前報告過 我們一年大概有 三千萬件的核定案件 對 三千萬件核定出現有爭議 會來複查、救濟、宿願的 大概才一萬件 三千分之一 我告訴您 所以我們的查核品 大家複查有爭議的一萬件 不見得代表這個精確 對沒有錯 可能是一個理由是一個精確 但是另一個理由 可能是大家認了 所以我們盡量去提升我們的 查核品值 對啦 這個才是重點 這沒有錯 但是明年你會不會 會不會針對 您會不會針對這個 一般的什麼 夜市啦 市場 你比較看起來感覺 讓人家感覺比較經濟水平 比較弱勢的人 重點查查他們 我們查核的這個對象 不是這個 不是這樣子來分類 不是這樣子來分 我們是查違法的 違法的 今天攤販它是合法攤販 它是有登記的攤販 它合法營業 這個沒有事情啊 就在即使一個合法的攤販 但是沒有 沒有合法登記的攤販 是 明年會是一個查查重點嗎 那基本上我們監挑副販 流動攤販 它基本上本來就不必繳營業稅的 對不對 那有一些有辦攤販登記的 營業登記的 它有逃漏啊 所以這個並不一定 所以您的重點是 明年也不會特別挑哪一個 譬如說 不會 夜市啦 不會 我們應該是一個 比較公平性的一個 查核的機制 選案查核的一個方式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存保 來 存保公司 陳董事長來 那那個 土銀齁也等一下齁 土銀王董事長也 一併 來那個 王董事長 我看你也上來等他好了 好 存保齁 我們中央存保 現在的這個 準備金都用完了 那 接下來如果再碰到類似的狀況 有金融機構出現問題 那怎麼辦 如果是 如果是 你是要靠政府 BN錢 你還借了500億 對對對 如果真的是列入 那個接管 等於說要讓他退出市場 那是非處理不可 要不然會引起整個信用 我當然知道啦 所以那個時候 都由存保先來酬財源 你們再去 借錢來借給他 借錢來替他付 處理 借錢來處理 對對對 那可是他們這些 存保參與的機構 他們本身都有繳錢 那都是入不付出的 不夠你們開銷就對了 對 保險費都不夠你們開銷 對 累積在一年才差不多45億嘛 一年45億 保費收入 保費收入才45億 對對對 那可見就失衡了嘛 對 你有沒有考慮提高保費收入 還是 還是這個 提高保費還是怎樣 因為 以這個出險的機率那麼大 那你保費收入一年45億 你還借500億來 沒有錯 那你們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 也不能老是依賴政府來補啊 我們打算尋兩個途徑 趕快 一個就是 調整保費費率 第一個 這個昨天 部長主持了 希望把它法制化 因為我們現在提保費 要報紙管機關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 一百年以後 兩個營業稅來抑注 這個是比較快 可是剛剛部長也說 這個不是正道啦 對對當然 先把這個缺口彌補 已經說了不是正道 你還要特別要這樣做 對對對 對對你還要這樣做 不是我是說 先把缺口補足 當然以後不是這個不是正道 對啦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法制化 就是將來到什麼條件 我就可以調整這個保衛費率 像FDIC這樣 OK 好謝謝 接下來請王董事長 董事長 請問您 你好 好是 今年的年終有多少 什麼年終 今年的年終獎金 我們的 的 的預定代表多少 我們 剛接到一個 公文是我們去年考季考假嘛 那年終 所以年終就等於兩個月囉 反正是75的員工可以考假等囉 是 對不對 對 那年終就兩個月 是不是還是有更多 考核獎金是兩個也沒錯 那另外績效獎金呢 總共合起來是4 總共合起來是 4.6個月 4.6個月 對 4.6個月對不對 假等才有4 假等4.6個月 對對對 那不錯嘛 可是你們的獲利好像也在下降 每位員工的平均獲利也在下降 不過我們報告我們每位員工獲利 上次報紙有看錯 我們在 省屬性行固裡面應該是記在前面喔 1百 好像有138萬每個員工獲利喔 對 你們員工在增加平均員工的獲利也在下降 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改善 我們會再加油 接下來蘇銀 還有土銀這個都庚 那個輸出銀行李主席 土銀寶金 土銀都庚 蘇銀主席 都庚還沒有 還沒有成立 因為他還沒有到50% 都庚還沒有 還沒有成立 好 林主席 寶金呢 來 49 所以他不用來 沒有 我們只有佔49 對啊 你們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是這個部分是有獲利的啊 你們才佔49 現在說要買回 對我們現在要把它買回來 買回來 所以說他現在就不用來了 蛤 他現在就不用來了 寶金就不用來了 對因為他現在是民營化的 你看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年 全部百分之百買回來 好 我請您主席 做一下就好了 主席 你們今年的這個 你們去亞營的那個 有邀請去參加 那個亞洲銀行商機博覽會 是 你們結果怎麼樣 那我們 商機看到了多少 我們 是有積極去參與 但是那派氣的 開個會去玩一玩就算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是很積極 是相當認真的 書面的東西給我好不好 好 另外一個你們 年終是多少 我去參加的還沒有回來 還沒有回來 年終是多少 年終 年終獎金是嗎 那我們的 你們考成是考假等還是一等 假等 假等 假等也都是4.6個月 沒有 兩個月是考獎金是確定的 那2.6個月是績效獎金 2.6個月還要去積極爭取 積極爭取 是是 OK了解 好謝謝 謝謝謝謝黃偉哲